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82不敌对手 此一中国队阵容不整 缺少了周琪 丁燕宇航 翟小川等主力球员 面对加入了规划球员的韩国队 他们虽然打得很顽强 但始终无法取得优势 最终输掉的比赛 不过通过本场比赛 让人再次看到了阿布都的出色表现 本场比赛 他砍下15分10篮板的两双数据 可圈可点 不仅如此 全场比赛他只有一个失误 可以说 阿布都的发挥是中国队在输球前提下 最值得称赞的一点 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心态上有变化 赛后的阿布都因为输球 脸上还是显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他没有去找客观原因 而是把自己的问题考虑得更多 我觉得心态跟上一次还是不太一样 说到上一场 就不得不提一下 上次中国队客场战胜韩国的比赛 那一场中国队获胜的最大功臣 当然是犹如天神下凡的丁烟女航 但另一个需要被记住的名字一定是阿布都 在那一场比赛中 阿布都同样得到15分 并砍下7个篮板 去年是阿布都进入国家队的第一年 他在国家队出色的适应能力 让他很快在自己的4号位的位置上显现出来 李南对于他的潜力也是赞不绝口 尤其是对于阿布都的性格 品质 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布都在国家队的表现越发的关键 并不断给国家队带来帮助 之后 阿布都还将参加夏季联赛 不管是否能够得到青睐或者是出场机会 这对于一个进入国家队第二年的年轻人来说 都将是值得记忆的成长 4号位上一个新的王台 即将诞生